再继续来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回归回来刚刚的直条图 但是像这种折线图 因为它就已经有隐约的趋势线 所以其实最容易懂的 最容易懂的绝对是折线图 只是它不是那么等于说完美 它就是一条线而已 不管怎么样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张图才是我们比较常看的 我可以再继续向下探索到月 你看这边水平卷轴拉过来 有看到吗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那个从初期 就是这都是一个月一个月 好像它都维持在这样子水平线之下 对不对 到这边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这已经到了2015年了 然后再接下来再往右 有看到好像从这一年开始 从2016年开始就慢慢增加都是超过这条水平线 超过这条平均线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各位我还没有放2021年的资料 你放心到时候我们只是按一个按钮 重新整理 我们图全部都画完了 好 那我接下来 接下来我只想请你们知道一下 这个两个往下的箭头 跟这个 这个两个往下的箭头 我叫做多向下探索 然后这个 这个我会 这个图是我叫连续 多向下探索 可以吗 我多两字叫连续 这个呢 就叫向上探索 就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先恢复到向上探索 好 那你们 你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现在一样把这张图加 加这个边界 加个边界 可以吗 就是在格式效果这边加个边界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档案间 另存 可以吗 另存 来 请你 档案另存 大家会不会 另存新档 这跟word以下探索是一样的 好 就是档案 另存新档 我习惯是把它固定放在指定的位置 我 一样叫外贸数据应用 可是我会加今天的日期 2021 1204-1 就是第一个 今天的第一个档案 然后存档 没有没有 就现在所有这包含资料都存进去了 包含那个进口资料 出口资料 都存在了 继续